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总是放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日常生活当中排挤过多有以下的几个因素 第一点的话就是饮食的一个问题 第二点的话就是一个疾病的问题 饮食的话我们需要提醒大家要少吃一些 比如豆制品奶制品洋葱薯类或者是萝卜类的食物 因为这些食物吃多了以后会产生流垮氢 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排挤过多的一个情况 让人比较尴尬 第二点就是一个疾病的原因 最常见的一些是消化道或者是一线化面的原因 长期大量的饮酒的患者会引起来我们一线的内风力发生纹浪 这个时候得以我们食物的消化的一个能力 就会减弱 还有一个有些人饮酒比较量大的话 会引起来我们肛脏的功能 也会减弱 这样又会引起来肠道的一些问题 也会出现排挤症多 所以总的来说如果说最近出现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就需要自己来看一下 看一下自己的饮食 是否我们饮吃了过多的豆制品奶制品 树类和洋葱之类的食物 第二点的话就是建议去消化科 检查一下我们的消化系统 检查一下胃肠肛脏和泥腺这些消化系统 如果说排除了一些严重的一些情况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调节我们胃肠的东西来进行调养